大家好,又係我星星和大家職人吹水 大家好,今天逛街市看到蠔子相當肥美 又忍不住,又買了些蠔回來,讓我吃蠔子 有時候蠔子,這麼大顆的蠔就可遇不可求 這樣就做個脆香蠔餅 有看我做了這些脆炸菜式,我也做過很多次 中菜的脆炸漿粉也有很多種方法 大家有看我上次的街頭炸蕃薯 那個炸漿會比較厚,炸出來的蕃薯會大大舊 但蕃薯即炸即食很好吃 但放久一點會比較軟 今天做這個脆炸蠔餅跟一般的煎蠔餅有點不同 煎蠔餅我早兩年都做過了 這次做這個就更加脆身的 我們先拿些麵粉出來 這麵粉我們盡量用低筋麵粉就最理想了 不要用中筋,不要用高筋 因為我們做這些漿 如果你的筋性越高 它做出來就會越硬 大約5個湯匙 4個 5個 加上麵粉 加完麵粉之後 還有一種粉要加的 就是生粉 或者鷹薯粉也可以 1個湯匙 5對1 然後加上少許鹹味 大約1茶匙鹽 或者 用一些味蕉鹽也可以 如果沒有的味蕉鹽就好 這次用了 加一點鹽 加一點胡椒粉 然後把所有材料攪拌均勻 這次做這個 跟上次有些分別 我們現在先先放油 放5個湯匙 然後一早放油 的作用是 讓粉不會太容易起筋 炸出來就會比較散 酥酥脆脆 大概5個湯匙 放完油之後 剛剛放了一樣東西 最重要的是 泡打粉 大約半茶匙 最好就有梳打粉和泡打粉 如果有梳打粉的話 每樣放大約三分一茶匙就差不多 然後把油和泡打粉 輕輕地攪拌 不要大力攪拌 然後把冰箱拿出冰水 慢慢加冰水 不要一次過加太多 讓它慢慢滲入 我們要做到一個快速流動的漿狀 所以水的份量就不會提供 我們要看它的完成品就可以了 我們就慢慢拌勻 先拌勻 加水 大約攪拌到 很快滴了 現在就差不多了 現在我們放在冰箱裡 放30分鐘 放了它之後 它會稍微放 剛才有些起粒 它就會混和 它 那些炸粉的粉漿 必定要冰水 我們在行內 就要把粉漿放進冰箱裡 走一走 讓它做出來更加脆 然後把粉漿放進冰箱裡 我們把蠔子放進去 這裡我買了一斤多一點 我用一半 一半用來做其他食材 我們把蠔子放進去 蠔子 我們要如何處理蠔子的腥味 第一步 要把尾巴放進去 我們把點再放進去 再放一些鹽 讓它刺一下 輕輕的手 拉一下 目的 是把鹽 拿一下 讓蠔子 彈出了腥味 然後再進去 去水 把它慢慢沖一下 然後這個水分 滾了水後,就會用手的動作 用力的動作 大家看到嗎? 已經有很多散 這就是炎的威力 旁邊的水分 準備一盆水,我們放進去 於是懷疑,要用一步開刮的方式 因為有時候這些蠔會黏著蠔殼 特別是在福建食品店舖買的 用竹鍋的蠔會比較多 但是那些蠔會比較好吃 當我們到第二尊,就很簡單 我們慢慢撈起來 最重要是第一尊,要看看有沒有蠔殼黏著蠔 有時候會黏著蠔的蠔 這些散不重要 待會我們還要再處理 我們就慢慢把蠔殼都拿起來 然後我們把生粉拿出來 生粉的作用呢 就是讓蠔殼黏著蠔的蠔 周邊的蠔和不好的東西 讓蠔殼黏著蠔之後 待會我們再沖洗 它就會比較容易沖洗 現在我們就輕輕地拿 洗蠔的蠔也沒問題 溫柔 好像對著老婆一樣 溫柔就可以了 溫柔地拿一拿 它會比較散 然後就把蠔殼都脫在底部 好嗎 那把它拿出來之後 很簡單 我們就加水下去 我們就輕輕地拿 我們拿兩三寸 拿到蠔都沒有黏著蠔 就算可以了 有些網友曾經說過 你這樣洗蠔 什麼味道都給你洗完 不要忘記 我們要處理海鮮的腥味 這些蠔仔 一旦有一點腥味 你又不想吃 我們就處理了腥味 那你洗的過程當中 你不要洗爆蠔 這樣就可以了 主要的腥味 都是在蠔裡面 不是腥味 是鮮味 在蠔裡面 那些蠔裡面 那些鮮味就流失了 那現在我們就慢慢洗兩三次 做這些菜式沒什麼 心機 那有時候 在外面吃蠔餅 很多時候都會吃到一些腥味 就是它洗蠔過程當中 洗得不乾淨 過了幾次水之後 我們再放進去 沒有了那些瓶子 我們就隨即拿來瓶水 我們瓶水 也是要攤勻 中間放一些位置 如果有時間 最好放在冰箱裡 就冷藏30分鐘 讓冰箱可以扯一扯 讓它瓶得比較乾 待會炸的時候 它的效果會更好 那蠔仔和炸漿 在冰箱裡 我們就拿一些芫荽蔥出來 我們就切粗粒 不要切得太細 除了太細 待會炸起來 它就沒有東西看了 特別是葉子 我們就切粗一點 好 芫荽做好之後 我們就拿回炸漿 和小蠔仔 我們也要冷藏一段時間 炸漿在冰箱裡 現在已經冷藏了半小時 很多 我們拿出來 再攪拌一下 我們攪拌均勻之後 到最後這個階段 我們就放兩三個湯匙的油 然後再放進去 我們的目的也是一樣 希望炸漿 炸出來 它會更加酥脆 大家有留意的 我這次完全沒有放蛋 如果想有一點蛋香 可以加一隻蛋黃 但是我不建議大家 加蛋白 因為我們這次主要是想拿去一個脆口 炸漿完成之後 再放一點胡椒粉 再放一點胡椒粉 再放一點鹽花 讓它有一點底味 然後隨即 把它拌均勻 炸漿就可以了 芫荽和蔥也要拌均勻 輕輕地拌均勻 再放一點胡椒粉 再放一點胡椒粉 炸漿會稀少少 炸漿準備好之後 這邊慢慢開火 再放一點油 我們燒的油溫 約190-200度 油溫就要高 不知道油溫高不高 不要緊 放一滴下去看看 馬上彈上來 代表油溫就夠了 我們用一個流水式的炸法 一次過炸少少 不要炸太多 放下去之後 保持著一個猛油溫 就不要動它 等它定一定型 當它定型之際 我們還是用隔篩 隔一隔去 不是叫大家遮住鏡頭 因為蠔生炸 它都會有少少彈油 炸好這樣 我們就反了去 炸另外一邊就可以了 最主要是控制到油溫 所以你一次過不要炸太多 炸這樣又反轉它 醬汁這些 變成色這些可以先拿去 這些小顆這些 這些已經完成了 如果想要脆口一點 再小顆一點更加脆口 底面也炸到金黃色 我們現在就可以拿起它 拿起它之後 我們就盡足晴油 底面就是這些 先撈一撈 因為如果你不撈清它 待會炸到最後的後段 就會很黑的 還有蠔餅 這些都不要浪費 這些都很好吃 現在我們就繼續 保持著猛油溫 不要放太多 小顆小顆的放下去 慢慢炸 不要心急 不要化它 好 不要動它 等待它定型 然後輕輕隔一隔 這些小顆這些 可以翻了 再撕掉碎濕的呈現金黃色就可以撈起它 這麼小的舊不斷顏色就可以撈起它 這些已經可以了 撈起後,同樣地,底部全部清潔,把它割成 最後這一轉,也是那一轉 逐少逐少下,不要心急 現在差不多炸了 這轉已經炸了,全部都炸了 定一定型,不要動 先擋一下水分 現在這個脆炸蠔餅,很多酒樓都有做 外面用大鍋炸,炸成餅一樣,出來就很好看 旁邊有些金黃色的,就散開它 最重要是這些脆的,油就撈起了 第三轉就完成了 好 好 我們就撈起所有,鮮老色火,裝上瓊油 還有這個芫荽天婦羅 如果要炸漿,上芫荽就炸上去吧 炸完之後,給大家看看聲音,脆不脆 好,看到已經脆了 好,然後把油乾乾了,放上去 越細塊越脆 這個跟一般潮式的蠔餅有點不同 這個炸漿,可以用來炸小蠔,也可以用來炸大隻的生蠔 這樣,最先前炸的一塊,多漂亮啊 這個脆炸蠔餅怎樣吃最好呢 都是豆瓣醬 現在有些喜歡點魚露食的,但我也是喜歡點豆瓣醬 甚至乎點點甜醬辣醬也可以吃 那些朋友甚至乎可以點喬汁吃,當春卷吃 脆脆脆的 喜歡吃脆口的網友,給我個讚 喜歡吃蠔的網友,訂閱我職人吹水的頻道 如果兩隻都喜歡,麻煩你加入我頻道會員,繼續吹水 已經在流口水了 第二條影片再跟大家分享,拜拜 拜拜 我幾時都說,色體還是片味?片味有什麼要看呢? 試吃環節嘛 至於有多脆,大家聽一下聲音就知道 牛仔更不夠juicy,看看色煞就知道 哇,真是幸福! 叫聲音 開架 再開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